一九四八年 预言的脚步开始挪移 这使得曾一度消失的真理之光 重新照射在这黑一暗的时机 根据大卫王在位四十年的预言 出离耶稣所剩下的三十七年事工 终于开始了 但是需要重建真理的福音田地 却是寸草不生的荒凉的石头地 它来临的时期国家正遭受日本殖民者的压迫和略断 紧接着整个国土又沦为战场 举国上下在痛苦中呻吟 人们只能靠草根维持生命 在同一历史时期来临的基督安上红 也是无法摆脱极度的贫困和饥饿 然而 面对生死存亡的关头 即使在这极度的痛苦中 父亲安上红也依然将遵守生命的法度 和传播福音看得比自己的生命更重要 信仰只有不屈服于死亡 也不屈服于生活才能胜利 六二五战争期间 在梁山附近的山中 面临死亡的威胁也不曾屈服于生活 工作时也没有干犯安息日 为了传福音不依性命为念 在那黑暗的时期 更加需要打好福音的基础 因此 清贫就是安商红上帝 肉身生活的写照 即便如此 父亲还是将辛苦劳动 挣来的钱 全部用在福音上 而自己 却是一次又一次地 忍饥挨恶 尽管处于 这死亡般的痛苦中 他为了拯救这个世界 依然无数次地进行禁食祷告 山中漆黑的夜晚 刺骨的寒冷和深夜的恐怖 以及极度的饥饿 即便死亡的痛苦渗透全身 他也没有停止 恳切地进食祈祷 他因这个世界 不知道真理 感到痛心遗憾 为了将救恩的消息 传到地级 哪怕粉身碎骨 也在所不惜 他从未因此 停下辛苦的工作 苦力劳动 留下的伤痕 层层堆堆积在年迈的肩膀上 像石头一样建议 听说 父亲安伤红将皮肉撕裂的痛苦当作荣耀的勋章一笑而过 如铁块般的石头到底是背了多久 以至于磨出了巴掌大的后箭 那坚硬的后箭仿佛在诉说着一生的岁月里 所经受的风雨和苦难 父亲安伤红用艰苦劳动的工钱 准备书写生命册的本子和笔 还积攒预备了直到地级偏僻之地 寻找子女的传道经费 在昏暗的煤油灯下彻夜书写生命册 书册的每一页预言都承载着他对失散的子女深切的爱和思念 由此可见上帝为了得救的我们多么辛劳 这不是想的那么简单的问题 上帝没有爱惜什么 都作为食物教训赐给了我们 父亲安伤红 并不是因为没有知识 没有文化 才度过这样的人生 为了做出 在任何状况下 都遵守安息日的榜样 为了准备寻找子女的福音经费 他承担了 坚韧而危险的工作 受到歧视和蔑视 世上最艰苦的工作 留给父亲 暗伤红 即使自己挨饿受动 只要是为了子女 可以毫不保留地付出一切 这就是父母之心 即使走在死亡的荆棘路上 即使粉身碎骨 也能支撑下去的力量之源 只有自己的子女们 父亲安伤红 正是为了子女们 一生都在传扬新约 恢复了珍贵的生命的节气 并且在他三十七年 再临使命即将结束之际 提前通过新闻媒体见证 他完成大魏四十年王位的预言后 将要离世 再来的主要以暗行御史而来 进行三十七年福音事业后离世 此外 他还提前向门徒们 暗示了自己即将离世 之后默默地预备了福音之路 当你自己赶索的 旅行之路 那些人的表情 非常相似之路 很多人感到 疼迹和关注 以及 未来的教会 恐慌 要让人的祝福 祝福 每天天晚 祝福 祝福 那些父母的那些人 那眼看了 父母的父母是很煩和 很温和 很入全 那天真是有意义的,但是父亲说,我把两肩和两肩都放在一起,你能不能够依靠信的信心吗? 我跟父亲说,我跟父亲说,我跟父亲说,我非常有意义的疑惊。 再说说,我们可以说到的浴室 但是我们不能够接触 我们可以继续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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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会继续接受 安生恐上帝 通过三十七年的福音生涯 恢复了倒塌的生命真理 倾其一生 用爱和牺牲所教导的 新约真理之光 此时也依然照亮着全世界 他以恒久的爱和奉献 教导新约的真理之光 即便是此时此刻 这生命之光 依旧照亮着 拯救着整个世界